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归国华侨普顶查他老家 宁波沦陷了 震海失陷后 英国海军司令巴家于10月12日 乘轮船速用江尔上考察 发现宁波防务空虚 随于13日早上领军舰四艘 轮船四艘 载兵七百 进犯宁波 逃到宁波的于布云 与宁波之府邓廷采领 清军两千多人 为做任何抵抗即逃往上语 英军不费一枪一弹 即占领了宁波 所以严格说来 宁波没有发生战争 我弄个宁波之战的小标题 倒是抬举了宁波军政当局 英军是享受着半周月进入宁波城的 一支皇家爱尔兰军乐队一边进城 一边演奏圣帕特里克日的清晨 他们进城后 发现了宁波当局 关押英国同胞的监狱和笼子 胜路之下 他们烧了监狱 但保留下一只笼子 当作可怜的纪念 送往印度公开展出 作为野蛮的中国人的证明 据特拉维斯 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 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说 英方从宁波的官库里 搜索到白银16万两 宁波居民以财产税及消费税的形式 支付了10%的额外补偿金 普顶查出于战略考虑 理论上绝对禁止英国兵的个人报复行为 但是对于英国兵的实际性的掠夺 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基本上搞了见者有份 巴家和郭富对此颇有怨言 他们认为 宁波之所以投降 原因就在于 英军事先答应 部队该城居民 进行身体和财产的骚扰 这种做事不管的政策 给英国政府抹黑 普顶查给巴麦尊外相写信 兴高采烈地描写了宁波城内的抢劫 当然 英军抢劫之后 中国匪徒也跟着抢劫 信到英国之后 巴麦尊外相已经下台 代替他的是托利党的外相 普顶查哈罗公学的老同学阿伯丁 这位老同学是虔诚的高教会派的道德家 对英军在中国的抢劫性位非常厌恶 看来老普同志不知道宁波就是他的故乡了 否则好歹会手下留情的 普顶查任命郭氏利佐宁波的最高长官 郭氏利岁找了一位中国的妓院老板 于德昌担任警察长 事实证明 于德昌做警长比做妓院老板要称职多了 遗憾的是 清政府不会给他这种机会的 他对城里的富豪一清二楚 列了一个于是富豪榜给英方 英方可以按名单敲诈赎金 于德昌还建立了一个四十人的情报网 监视大清官方与民方的动静 英国人把战事进行得像旅游时的 天朝的主战派玉谦也赞美了 现在的天朝缺的是人才呀 谁来主持浙江战事呢